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苏川卫视求真即时节目 万万没想到 我是杨玲 欢迎你 感谢港容蒸蛋糕 对我们的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也欢迎大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摇一摇 跟我们互动起来 你有机会赢取节目组 送出的千元大奖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依然有非常美丽帅气的 万万求真团 欢迎你们 还有我们现场非常可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破解网络传言 点亮事物的另外一面 小样小乳酸 六种乳酸均发酵 这点很重要 邀您参与节目互动 迎娶精美大礼包 好 今天我们聊的是 跟吃有关 哇 好 今天呢 给大家先带来了三样东西 首先来看第一盘 车离子 好 来 第二盘 还是车离子 还是车离子 漂亮 第三盘 还是车离子 好 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桌上三盘车离子 但是是用三种不同材质做成的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就出来了 今天我们聊的是美食 但是是美食当中 一种特别新潮 特别fashion的吃法 叫做分子料理 哇 好 接下来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为大家揭秘分子料理 哇 没想到 我们想知道 现在呢 我们是在成都的双流国际机场 为了让大家了解科学美食 我们准备飞去上海 是寻找传说中的顶尖的分子料理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上海 新美食培训中心 中国的很多分子料理大师 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请大家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去打探一下吧 原兴雷 法国巴黎喜来登酒店主厨 中国分子美食发展中心创始人 ICC国际烹饪大赛总裁判长王富全 中国分子美食发展中心首席老师 ICC国际烹饪大赛冠军 分子料理又名分子美食学 是近年在海外噱头十足的一个厨艺概念 要制作分子料理 必须依靠现代的仪器才能完成 将食物的分子结构重组 它可以让马铃薯以泡沫状出现 让荔枝变成鱼子酱状 据说有鱼子酱的口感 荔枝的味道 呈现万万没想到的形态 今天心为老师将为我们现场揭秘 一家乱真的樱桃如何做成的 首先需要的材料有山药 淡奶油 红菜头汁 车离子梗 第一步 将山药煮熟做成泥并加入淡奶油 放入樱桃模具制成樱桃状 第二步 把红菜头汁100克和卡拉椒1克加热到沸腾 用于给假樱桃上色 第三步 装饰上新鲜的车离子梗 将樱桃放入红菜头汁叶猪上色 取出 第四步 冷却装盘即可 就这样 一道一家乱真的 分子料理山药樱桃就完成了 哇 你就开始吃了 啊对啊 你看 哇 好香这样 这些五颜六色的 冒着新鲜的就是我们厨师一大烹饪的那个分子料理 来尝尝尝尝 这是什么 很像冰淇淋的味道 对 就是 一口腾冰淇淋的味道 而且很凉 酸酸的 对 比较奇怪的 这些很好吃 是啊 跟我们平时吃的有些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尝一下这个鲜蛋吧 嗯 它长得像鲜蛋 但是它不是这个味道 是 这个是 这个是有点像果冻 其实在骨头里的感觉 然后吃芒果的味道 很神奇哦 对不对 是芒果的味道 但是但是是鸡蛋的口感 对 没错 所以说你一定要不要被食物的外表素给欺骗了 好想 好 今天呢我们尝尝的调桌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的分子料理大师星雷老师及他的助手王富泉老师 掌声有请 所以我们一道菜一道菜来好吗 这个菜看上去 特别有鱼籽酱的感觉 有没有 徐婷这道菜就是你的了 说说口感感受 口感就是滑嫩 但是有一股荔枝的味道 我们一排给一个 老师来告诉我们 这到底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呢 这个红色呢是用鲜的玫瑰花 然后呢提炼成玫瑰花的香叶 然后呢我们加上分子美式的球化技术 然后放在盖锤里面其中化学的反应 然后做成的鱼籽酱 太棒了 那接下来这样 我们厂上呢还有一个冰淇淋马上要化了 我们第二道就进行那个好不好 好 来 长江来为我们品尝 可以给我们分一分 口感跟我们在那个市面上吃到的冰淇淋是一样的 但是味道的话 它进去之后有一点点那种 淀粉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土豆粉 反正淀粉的东西吧我觉得 所以现在他们争相在吃的这个冰淇淋 是用什么做的呢 这是用纯天然的紫薯做的 纯天然的紫薯 对 是的 这个紫薯呢是拿这个叶蛋 零下196度 通过急速溶洞做成的 太好吃了 接下来呢我们在桌前 有五杯像鸡尾酒一样的东西啊 刚才这个小夕没有吃 那由你先来好不好 让我代替大家先尝一下 这是巧克力的 你知道吗 这是巧克力的 巧克力 这是巧克力 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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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不是巧克力吗 白色的这个是什么 这是用分子美食的卡拉椒技术 它呢就是说下面是牛奶 再上一层是桂花 再层是叶浆 在上面呢就是说这个桂花酱 再往上面是真假煎煎菇 接下来旁边那道菜 刚才在我们的短片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传说当中的煎蛋是吧 但它看似煎蛋不是煎蛋 这个分数比较多 来大家都尝一尝好不好 来尝一尝什么味道 芒果 是芒果是吗 用分子美食的球化技术 它的过程呢就把芒果打成浆 然后加入这个 就是柠檬酸钠和卤酸钙 然后再加点海藻椒 然后通过这个技术呢 然后放在盖水里面 让它就是凝化成球 就变成蛋黄了 那旁边的蛋白我猜应该是奶 奶 是奶对不对 好 现在就成最后一道菜了 来 大家看 从外观上看 这个像什么 鸡蛋 石头 那个土豆 这是什么做的呢 芝麻糊做的吧 里面是肉吗 还是啊 里面是丸子啊 感觉被一种浓浓的 肉三味包裹了 所以老师 那真的 外面真的是黑芝麻糊吗 对 是的 哦 这里面就是丸子了 里面 鹅肝也可以 丸子也可以 鹅肝也可以 肉馅也可以的 总之 我们通过这样的处理之后 我们让人感觉 感觉是在吃石头 对 形象之变 好 所以我们分子料理 当时在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 经过分子处理之后 会不会对它的营养价值啊 包括它的养分啊 会有破坏 对 不会的 它对它的营养成分 一点都不会被破坏的 健康 而且更健康 那到底真的是这样吗 老师 我们是一个求真求实的节目 所以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接下来 万万求真小分队 将继续带领大家 探讨一下分子料理的 营养食用性 万万没想到 我们想知道 现在我们是在四川西华大学 我们将去到食品检测实验室 对分子料理进行专业检测 今天我们要检测的 是两道分子料理 山药樱桃 芒果鱼子酱 以及它的原材料 生山药 新鲜芒果 和平时我们吃到的 家常炒山药 鲜榨芒果汁 下面我们将经过专业的检测 来看看它们到底谁的营养成分最高 建议原材料都是果蔬类 我们将检测果蔬类基本的营养成分 蛋白质检测 胡萝卜素检测 膳食纤维检测 钙含量检测 科学来源于探索求真 那么用高科技仪器 颠覆传统厨艺制作出来的分子料理 量子料理 除了食物形态完全改变以外 营养成分能保持住多少呢 历时七天的监测 实验结果出来了 我们能从检测结果看到 分子料理的蛋白质 食物纤维 钙 以及胡萝卜素的数据 都明显比原材料 和传统烹饪后的食物 高出一部分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学家 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邓彦宏 国家一级营养师 美国自然医学保健医师 自然营养工作室首席讲师 那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看 分子料理呢 它的营养价值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甚至是垄缩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检测报告 从上面也可以显示出来 我们分子料理比起普通的烹饪方式来说 营养价值呢 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说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平时有这样的机会呢 可以自己去尝试 尝试这种美味加营养在一起的 这种现金比较联系的一个食物 哇 原来是这样 说实话我觉得特别的新颖 样子啊什么的 挺漂亮的 而且尝了之后觉得很出乎意料 就是你看着它是一种东西 你吃进去又是另一种东西 那种哇 怎么会是这样的那种感觉 真的蛮好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种瘦身啊 需要瘦身的人来说的话 这个是比较就是好的 然后佳肴 呃我是觉得这种创新的理念特别好 如果能够在家里边完成那就更好了 嗯 好 接下来我们的星雷老师和王富泉老师 将带来更加升级的烹调方式和料理方式 叫做量子料理 哇 小样小乳酸六种乳酸菌发酵 这点很重要 要您参与节目互动 迎娶精美大礼包 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量子料理呢 通过冷冻干燥后的水果干 是生活中常吃到的量子料理食品 科学为了让生活更富有艺术性和实在感 大师们在分子料理的基础上 开发了新的技术和新的烹饪方法 大师们在研究各种食材间的化学及物理反应 研究烹饪过程中的化学及物理变化 从而在食品烹饪中找出烹饪的科学依据 制造出了新的健康营养时尚的科学的食品 那就是量子料理 量子料理一词是由霍金的学生 英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纳森·梅尔沃德提出的 他指出厨房中的科学家 思考的不仅是什么材料可以做成什么食物 更多的是这种方式为什么会有用 又是如何起到作用的 量子美食这种现代饮食的高科技烹饪 主要是采用了量子质变 X光 激光 香味提纯 形象质变 超香波等二十多种新技术 来分析食材在烹饪过程中的化学物理变化 接下来我们将展示三道量子料理的制作过程 分别是利用胶囊技术制成的量子宝石 低温真空技术做成的三文鱼 液氮冷冻干燥技术做成的花泥 所需原材料 薄荷汁 水 海藻胶 盖粉 第一步 将玫瑰汁蒸发提纯 第二步 在一公斤清水中加入7克盖粉搅拌 第三步 在盖水中倒入加了海藻胶的玫瑰浓汁 制求后装盘 所需的原材料 三文鱼 黑胡椒 迷迭香 盐 第一步 三文鱼切片加入胡椒 迷迭香和盐腌制 第二步 装带超真空 第三步 淋上65度低温下慢煮6分钟 第四步 用火制烤 上枝 装盘 所需的原材料有 紫薯 糖 叶蛋 第一步 紫薯煮熟 加糖 打成紫薯酱 第二步 把紫薯酱倒入高速搅拌机 加入零下200度左右的液氮进行搅拌 制成运动粉末状态 第三步 装杯子 装盘 第一步 装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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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 装杯子 装杯子 王老师 您给我们带来这三道菜是分别是什么 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道是Steven三文鱼 这是宝石 那个是盆栽 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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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栽看上去就是像是泥土一样 来 大家尝一尝 哇 巧克力啊 它是完完全全的巧克力的冰制品 这个是用冷冻干燥技术 冷冻干燥技术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道菜 说实话这个宝石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 已经看到了它的制作的过程 那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好不好 看它口感如何 感觉怎么样呢 薄荷的味道 薄荷的味道 就看上去是宝石 它看到玫瑰的味道吗 很嫩很嫩的 很嫩的感觉 我还觉得它QQ的 就好像包了一个包浆的那种 像珍珠一样的东西 这是石榴石榴的原汁 通过旋转蒸流技术 把石榴石蒸流出来以后 做成的宝石 好 那两道菜 这道菜已经结束了 重点来了 哇 老师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 苏维三维鱼 它是用料的美食里面的 低温真空烹饪做出来的 低温真空烹饪 对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营养的更加丰富 鱼肉比较鲜 好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呢 远道而来给我们带来了分子料理和量子料理 让我们大饱口福 大开眼界 如果在家里边 我们普通的家庭主妇 能学会分子料理吗 我们自己能做吗 能做 今天我教大家做这个叶蛋土性慕斯 等会大家这边看 两位 这边请 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分别是什么好不好 这个是红锡瓶 它用在分子料理里面的二氧化碳技术 就说和这个奶油结合在一起 这里边是奶油 对 奶油 那个旁边那个就是蛋卷 是不是 是的 普通蛋卷 这个壶现在还在冒烟的 这是 这是超低温液氮 超低温液氮 对 它有多低 它有零下196度 现在咱们就开始了 OK 我们看再往外倒 哇 哇 像个仙女一样 好 哇 哇哦 哎 老师把它挤出来 变成一个球状 就放在了叶蛋里边 对 老师这个叶蛋能吃吗 嗯 这叶蛋随着空气就蒸发掉了 它会随着空气蒸发掉 对 是的 好了 可以吃 好了 好了吗 这是好了 对 你来 对 不是 嗯 对 好 哇 哇 哇 赶快吃 一饶放嘴里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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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口感 超棒的 超棒的 哇塞 好不好吃 好吃 再吃一个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请到了我们的新雷老师和王老师 给我们带来了分子料理和量子料理 原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科技可以影响很多东西 包括食物 我们也期待着科技的进步 可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和灿烂 好不好 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新雷老师 那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品尝我们的美食吧 干杯 这里是四川卫视 万万没想到 我们想吃到 感谢港荣蒸蛋糕 对我们的独家冠名播出 港荣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下期再见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